还是大概回顾一下我们昨天学的一些东西啊 昨天的话我们大概就是围绕着 首先是围绕着这个元素的属性 对吧 讲了一些操作的方法 那么元素的操作方法呢 实际上就是怎么呢 先获取元素是吧 获取元素之后 然后可以什么呢 用这个点操作吧 元素点什么什么 就可以操作它的属性啊 属性分为读和写 是不是这样呢 属和写啊 那么通过点操作的话 属性怎么写呢 是吧 首先的话第一点 HTML里面的属性和GS里面属性写法 几乎是一样的 是吧 有一个特殊的写法是什么呢 class要写的什么 class name 是吧 那么呢 还有一点就是 Style里面这个属性里面也有属性 是这样的啊 它是一个中文属性啊 里面有很多属性 那么这里面的属性里面 如果有碰到这种什么呢 带横杠的这种是吧 那么你就要写的什么 这种头峰式的啊 就是这三点是吧 这三点啊 用这三点几乎可以操作所有的属性 是吧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 就是说 如果我的属性想用变量来代替 是吧 这个时候就不能直接写点什么什么 是吧 点什么什么 它就认为是一个属性 它会去找 找不到的话 它就默认就不操作了 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果你想写变量的话 什么呢 用综合号代替这个点来进行操作 是吧 这是关于属性的操作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 如果说你想操作这个元素里面包裹的内容 是吧 两个标签里面包裹的内容 是吧 这两个标签里面包裹的内容 怎么操作呢 那么你就用什么 in的html 是吧 这个属性来操作这个 这个元素包裹的内容啊 这个属性不是属于标签 这个里面写的内容啊 是另外的一个属性 是吧 in的html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属性的操作 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 主要是说了这个函数的一些东西 是吧 函数的话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一些重复执行的代码片 我们可以通过函数怎么样 精简我们的代码 如果我们的代码里面有重复的代码片的话 那么用函数来精简是最好的 是吧 我把它封存在一个函数 然后在需要重复的地方 调用一下函数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函数的话 我们函数定义是什么呢 用方克选关键字来定义 是吧 那么定义这个函数 执行的话怎么样呢 用这个函数名称加个小个号执行 是这样的啊 这是函数的定义与执行 好 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说到 这个函数定义与执行的话 这么写的话怎么样呢 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是吧 定义完之后马上执行 是吧 这个是没什么意义的 我们想什么 控制的什么呢 去操作这个函数 是这样的啊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什么呢 就是用行间的这个属性来什么呢 和函数进行关联吧 行间里面 比如说行间里面有很多事件属性 比如说有一个onclick属性什么呢 就是鼠标点击的时候 是吧 跟这个函数进行关联 那么要写小括号 是这样的啊 这样的话可以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元素的时候 怎么样就可以调用这个函数了 这个就是可控制性的 是吧 那么这么写的话 怎么样呢 还是把这个 这个也处于GS是吧 还是相当于把GS写到这个标签里面去了 那么为了怎么样呢 要彻底的分离是吧 我们还是怎么样呢 要把这一句给大家提到代码里面去 提到GS代码里面去 那么叫做什么呢 提取行间事件是吧 提取行间事件之后怎么样呢 我们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元素 它的onclick属性 写到代码里面 然后跟这个函数的名称 进行关联 是吧 复制 把函数名称 复制给这个函数的什么 事件属性 然后就关联了啊 好 这么写之后怎么样 是不是写了 写成了两句啊 写成两句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实际上 还可以精简 是吧 我们这个函数名称 实际上是就是为了这个元素来 特定定义的一个函数 是吧 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其他地方不用 是吧 如果其他地方 它不是公共函数 其他地方基本不用 就是为了这个元素来 做了一个函数的话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什么呢 合并成一个什么呢 写成一句 是吧 写成一句了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用匿名函数的形式 是吧 这两句怎么样 就合成一句 是吧 把函数的定义 直接替换成这个 是不是这样呢 替换成这个啊 这个的话就怎么样呢 等于这个 付值给这个函数的 事件属性啊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名称就没必要写了吧 是吧 翻个型放到这里来 这个名称就没必要写了 这个没名称的 定义的这一个函数 叫做什么呢 叫做匿名函数 是吧 匿名函数啊 好 这种匿名函数的话 怎么样可以节约我们的 什么呢 一个我们不需要 另外想个名字 来定义函数了 另外一个什么呢 这个精简代码吧 是吧 精简代码啊 好 那么的话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 这个做了一个练习 叫什么呢 网页坏夫是吧 网页坏夫的话 实际上就是 做了几个按钮啊 做了两个按钮 这两个按钮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改变这个 我们html的 那个link的标签的 它的HERV属性 是吧 让它什么呢 链接另外一个样式啊 就可以实现这个网页坏夫 是吧 那么一个皮肤的话 就是一个样式文件 是吧 改变它的HERV属性就行了啊 实际上本质的原理不难啊 本质原理不是太复杂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这个预解析是吧 变量与函数的预解析啊 那么预解析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说你写的这个介绍代码在执行之前的话 这个解释器的话先要预读一遍啊 预读一遍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不会执行啊 预读一遍之后它要干什么事情呢 它把变量的什么呢 先把变量的这个什么 这个声明提前是吧 把这个变量的声明把它提前啊 提前啊 然后的话什么呢 它会把函数的声明和定义全部提前啊 所以说我们在 在函数定义和变量声明 负质的前面调用函数和变量的时候是吧 这个是在这个函数前面调用这个什么函数是这样的 声明和定义的前面调用这个函数 这个是没问题的是吧 这个没问题啊 所以说我们可以把通用的函数 一些公共函数我们可以写到程序的后面去 在前面来调用它 这个没问题啊 好 实际上我们实际开放中经常这么做是吧 经常这么做啊 把主逻辑写在前面 把一些工具函数全部放在后面 在前面用它啊 这个没问题啊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变量是吧 变量的话就是声明提前 但是负质不提前啊 所以说你在前面调用这个变量的时候怎么样呢 它的值就是undefined吧 undefined啊 就说一个变量它声明了 但是没负值 它的值就等于undefined啊 这是它的特性啊 好 这是关于变量与函数的预解析 这个的话就是 呃 经常面试的时候会考这种题目 是吧 写一段 然后要你说出这个词形的结果是什么 是吧 那么你就要知道 它就是考你的预解析的知识啊 好 接着我们说那是什么呢 函数的参数吧 是吧 函数传参 是吧 那么我们可以什么呢 通过什么呢 这个传参来给这个函数准备呢 让这个函数做更多的事情吧 如果不传参的话 这个函数应该只能做一件事情 是吧 如果我们传参的话 这个函数执行的时候是可配置的 是吧 我们传什么参 它就做什么事情 是吧 那么这是函数传参啊 那么的话 传参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给一个参数 是吧 那么它就用这个参数来做它的事情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执行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执行是吧 把参数传进去啊 参数的话 那么这个里面的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属于什么呢 行参 是吧 它是一个代数 类似于是吧 最终执行的时候是用这个传进去的这个 来代替它来执行 是不是这样的啊 代替它来执行啊 是吧 好 这是关于函数传参啊 好 接着我们说的是关于这个return关键字 是吧 函数里面有个return关键字 就是说这个return关键字的话 什么呢 是按照需求来用的 就是你这个函数需要返回的话 你就写 不需要的话就不写 是不是这样子啊 需要的时候写啊 什么时候需要的时候写呢 比如说 我做一个加法的函数 是吧 这个函数干嘛呢 它把这两个数啊 这两个参数给它加起来之后怎么样呢 加完之后怎么样呢 需要返回吧 你不返回的话 你加完之后 没什么意义是吧 你需要返回给我啊 返回一个这个 这个结果啊 然后我在外面可以什么 通过一个变量来接收这个什么呢 返回的这个值吧 这样子啊 这是关于这个返回的啊 好 如果说没有返回的话 那么如果这没有这一句的话 那么这个值应该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undefined的啊 记得啊 undefined 是吧 undefined python里面好像是等于lum吧 python里面如果没有这个return的话 是不是等于lum呢 是吧 这个如果我们这个 johnsq里面如果没有return的话 你lum一个变量等于一个函数的执行 是吧 那么它就等于undefined的啊 undefined 就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个return的话 除了怎么样呢 可以返回函数执行结果之外 还可以怎么样呢 还可以什么 结束函数的运行 是吧 就在return这一句 把这个函数给结束了 下面的语句怎么样 就不执行了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return 关键字啊 那么还有一点 第三点的话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啊 它可以阻止默认行为啊 好 接着我们说 那是关于这个循环语句啊 不是循环语句啊 条件语句是吧 条件语句的话可以什么 通过一些条件来判断是吧 判断程序的走向啊 那么的话 条件语句的话就是 呃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if else是吧 if else这个语句啊 好 if else的话 那么就是if里面怎么样呢 需要有一个 这个逻辑运算是吧 一个逻辑运算啊 逻辑运算的话 一般是通过什么呢 这这些逻辑运算符来是吧 大于大于等于小于小于等于是这样的啊 好 这些来运算啊 好 那么等会我们来讲一下其他的运算符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是关于这个 呃条件运算啊 条件运算之后通过这个条件运算 获得的最终的话 他获得的是一个不尔值是吧 不尔值 比如说是 他是ture或者force 就两个值是吧 ture的话怎么样呢 就执行这一句是这样的啊 如果是force的话 那么if的这里面这一句就不执行 就执行什么 else里面的一句是吧 就是说他是可选择的 是吧 两句是吧 每次只执行一句 是这样的啊 可以通过条件来判断执行哪一个代码片 这是关于这个if else是吧 条件运句啊 好 条件运句里面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例子 就是关于这个点击的元素的什么呢 显示和隐藏是吧 好 那么这个例子的话就有一个什么呢 坑在里面就是说 我们会读取元素的行间的这个什么呢 样式吧 读取行间样式的时候 如果元素没有定义行间样式 我们读了就是空 是这样的啊 就是空啊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例子里面还做了一个什么呢 做了一个双双判断是吧 一开始的话元素得于空 那么的话我们做了一个双双判断 用了一个什么 或吧 是吧 做一个双双判断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例子啊 接着我们讲的是关于这个什么呢 多重条件判断语句 就是有多个条件 按照不同条件做不同的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让 按这个日期 是吧 按照这个星期啊 换这个背景 背景 是吧 换背景的一个网页 是吧 那么用了这个多重的if else 这个语句啊 好 那么这个就是 大概是我们什么呢 就是 昨天讲的一些内容啊 昨天讲的一些内容 好 好